其实前面有特别提过 就是说有关在VBA里面的写法的相关的差异点 所以第一个 反正你VBA它的好处就是说 你打开就有了 而且你的Visual Basic开发人员 把它直接点开来 再来的话 按右键插入一个module module之后的话 就在这边 你可以再插入一个sub 那sub名称的话 也许我们也叫做猜数字游戏吧 那里面到底要怎么去写这个程式 其实逻辑 基本上我是写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我把刚刚的python 里面它的一些可能不同的地方 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首先的话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我先run一下好了 首先的话 这个是无穷回圈的版本 那当然你要run不用加按钮 直接在这上面直接按执行就可以了 也一样嘛 但是input的话 变input box 比如我输入一个10 enter 太低了 太低了 太高了 15 enter 太高了 再缩小 13 太高了 太高了 那就12吧 或11 enter 恭喜答对 那我这边是跳一个matchbox 其实逻辑上一模一样 那里面的话 大概比较重要 会有差异的部分 我们大概来跟各位讲一下 首先的话 在python里面 random 如果你要乱数的话 我们这边会用一个叫random的东西 input一个random 然后利用random range 去产生1到20的乱数 可是在我们的VBA里面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你只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用什么的 用那个所谓的RND 的一个 这个function 实际上那个function 是内建在VBA里面 所以你这边 如果要出叫random 如果你要产生1到20的话 你就是这样 VBA 所以你就打一个VBA点 点下去之后 它其实所有的function 一些 它这个VBA里面 物件里面的function 跟属性都会出来 其中有一个叫RND的东西 它会帮你产生0到接近1的一个乱数 0最小是0 会等于0 最大呢 是接近1 但是不会等于1 也就小1 就0.9999 OK 那如果说呢 我们加一个小瓜糊 OK 那如果说你要产生的是 那个1到20之间的乱数的话 那我们其实可以这样 就是你可以把它乘以多少呢 你可以把它乘以20 乘以20最小就0 最大的话是19.999 所以我们可以再怎么样 把19.999 前面加一个RNT RNT是说我取到整数就好了 那也就是说 乘以20的话 在外面包到RNT 乱数就是0到19之间 可是你想说老师 我要1到20怎么办 很简单嘛 加1就好了 OK就这样逻辑 特别注意 这个是在VBA 那这种逻辑 你只要写那个像VBA也是一样 甚至你写Java Java也是一样 只是说那个语法稍微不一样 反正呢 这种相似度还蛮高的 我大概都是这样记 写出来也差不多程式先进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用那个InputBox 那再来就是File回圈的话 在Python里面是用叫做File1 这里的话其实能不能用File 也是可以用File 不过一般习惯的话叫做File 空一格之后的话 我们用E也可以 也是意思说 DoFile后面一样 如果是True的话就进入回圈 如果File就跳里回圈 那如果我给他一个E的话 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就会进入一个叫无穷回圈 那什么时候离开呢 特别重要 如果你有一个进入点的话 出去的话 记得要一个ESIT数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 那逻辑部分跟刚刚那个Python 差不多一副 如果输入的值小于R的话 这个R指的是乱数 然后呢就让他太高 跟他讲再输入 反思的话呢 就是太 刚刚是太低 反思就太高 然后再输入 剩下来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恭喜答对 那在Python里面的话 是用break 不过呢 在VBA里面记得 叫ESIT数就可以了 如果是File回圈 就ESIT数 OK 那接下来如果说呢 VBA里面只能够拆三次的话 其实逻辑上跟刚刚一样 就是说 我们这边的话呢 也是可以把那个DoFile回圈 把它改成File回圈 那写法的话 就是ForI等于1到3 所以1一次 2第二次 3第三次 进去的话呢 当然 如果呢 他已经拆三次的话 而且又没拆对的话 直接跳离File回圈 所以特别注意哦 在那个VBA里面跳离 反正Python里面都是叫break 可是呢 反正管他写在这边 还写在那边 马上其实都可以做翻译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提供给各位参考 就是可以把刚刚的程式 再转成VBA的版本 OK 然后待会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要看下一题 上个礼拜 我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 如果呢 我希望猜什么呢 1到12月的英文 比如说呢 我今天也是要乱数 先抓一个 问题为 这个是几月 那如果我今天给他一个英文的月份 那当然你输入几月 你就输入数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先输入一个错误的 三月 是吗 答错了 OK 那如果正确的话呢 反正他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无穷回圈 直到他答对为止 那如果我今天输入正确的 他就直接正确 答案正确就跳里回圈了 那问题 特别注意 这边一样我们会有一个random input一个random 但是呢 底下的话有那个 1到12月份的那个英文单字 你可能要先建一个串列给他 那特别重要 你当然这地方 如果你不会串列 可能就有问题了 所以后面 我们会有个单元 专门就跟各位讲 什么叫串列 而且串列在Python里面 非常的重要 那但是问题来了 英文单字 那你想说 老师那个 这个12个单字 我全部都要打出来的话 可能会有问题 那这怎么产生的 其实也不用紧张 就是一定要从哪边 你要把它背一下 不用 其实我这个 1到12月份的英文单字 其实主要是利用 Esser帮我产生的 你怎么做 特别说 第一个你就先 但是你一定要先记得 那个1月的那个英文单字 所以你第一个要 先在Esser里面 任意一个储存格 输入1月的单字之后 各位应该有用过吧 向下填满 放开 有没有 1到12月份的单字 就会自动 因为Esser里面呢 它已经帮我们 那一件这个清单了 所以我只要向下拉就可以了 那我再把这个清单 放到我程式里面 当成一个串列 就可以拿来 做后面的部分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刚刚的话 主要说明 就是如何再把那个 Python的刚刚的拆数字游戏 把它变成那个VBA的部分 VBA部分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我是建议就是说 你要记的话 还是要记那个 到底它的语法 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就是 我们做明放 佩了 最大的 我 得 谢谢大家